一个和自己最亲近的人 都相处不好的人 我不相信你跟别的人 能够相处好 他说你霸道 那要看对什么人 如果你对着一个强势的女人 你可能就不是这样 一个但凡是在窝里横 在家里面指手画脚 在外面却跟别人非常礼貌的人 往往是欺软怕硬的 另外他还特别在意自己的感受 一个太在意自己感受的人 当然不能照顾别人的感受 刚才你所指的 当你在身边 你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他 你附和他 他说你轻视他 你要是表现得比他更专注 他又认为你抢了他的风头 他就比他更专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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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指出的一些问题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美 其实我刚才上了这个节目 我学会了很多 这位嘉宾教了我如何面对感情 这位嘉宾教我如何面对身边的人 然后拖着老师教我如何学会沉默 才是最聪明的一个决定 而是其实是因为 来了这个节目之后 他才能够跟我说出这么多的 我之前的不好 我才能够真正理解到 我到底哪方面做的不对 刚才我又知道什么叫做道德的绑架 我用我的方式对他的好 反而是成为了一种负担 我觉得我以后应该尽量地避免这样的问题出现 我会更加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 我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我希望每天都能够站在风口浪尖上 与大家一起并肩作战 我是这样一个性格 所以我希望有一个人 能够特别坚强地陪着我一起 我不是气腕怕硬 但是我真的希望有一个人 能够跟我并肩战斗下去 可以吗 你愿意留下来吗 因为我皮质也不是很会表达 你让我再想一想吧 你说我让你沉默 但是60秒你说了53秒 你说你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 但你依然占据了所有的主动 一时半会儿是改不了 得慢慢改 是的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